今天我们讲《活着》 《活着》是于华至今为止 畅销不赛的小说 它是于华的第二部长篇 这个小说里头有两个第一人称我 第一个我是下乡采风的 一个现文化馆的创作员 也就是于华成为专业作家 之前那个角色 第二个我是福贵讲的故事 这个福贵是富人家起的名字 大富大贵 但是穷人其实往往不会起这样的名字的 穷人往往说起贫贱一点的名字好活 福贵讲的故事很悲惨 他原来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败家子 他送走了一个个亲人 最后只剩下他自己 这个往事横跨了四十年 故事开始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 他父亲那时候还有一百度墨地 他老婆是米航老板的女儿 叫家珍 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叫凤霞 他老婆肚子里又怀着一个 他老婆是贤惠善良的 福贵说 他在妓院里混的时候 有一天回家 他老婆就给他做了四样菜 都是素菜 各不相同 底下都藏着一块肉 这个是为了告诉丈夫 女人看上去各不相同 但底下都是一样的 这当然注资不了福贵的欲望 他嫖还好 关键是赌 他还不知道赌都是试了局的 他最后一次输光家产的时候 他老婆家珍就找到了赌管 跪在地上对他说 福贵 你就贴我一次 跟我回去吧 没事 没完了你 你这不够丢人现眼吗 这天晚上 他老婆家珍就带着七个月的身孕 哭着走回家的 但就在这天晚上 福贵就输光了他所有的家产 所以这个家庭的第一次的灾难 实际上是福贵自己造成的 我得跟他接着来 哎呀对不起 福贵少爷 您现在没本了 您拿什么做抵押呢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为了给他还债呢 他爹就把所有的家产 都换成了铜钱 换成铜钱很沉啊 就张了两大筐 上面当然都盖上了叶子 让福贵挑着这两大筐的铜钱去还债 然后他爹就对福贵说 他说我家老祖宗 只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 鸡养大了以后变成了鹅 鹅养大了以后变成了羊 羊养大了以后变成了牛 我呢 到了我的手里 牛变成了羊 羊变成了鹅 到了你的手里 鹅又变成了鸡 最后鸡也没有了 然后他爹 蹬在这个粪坑上面上厕所的时候 就掉下来摔死了 农村人上厕所都是蹬在粪坑上面的 小说中间刚开始描写 他爹蹬在粪坑上面 两只脚像鸟爪一样有力 因为所有的家产都输光了 他脚下就没力气了 风一吹就从粪坑上面摔下来了 福贵把家里的一百多亩地都输给了龙儿 就成了龙儿的店户 他穿上了初步衣服 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农民了 嘉珍回到娘家去 生下一个儿子叫做友庆 按照道理说 他们可以过上本分日子 这日子还可以踏踏实实地过下去 往后的日子 再想办法 我先借点钱 对付开个小铺 跟着我你以后就得受罪了 不说这个 我就想着能跟你过个安生日子 但是他娘又病倒了 然后福贵去城里请郎中 在请郎中的时候被扎了壮丁 扎了壮丁以后 直到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才被放回家 这时候已经几年过去了 这几年过去 他娘就死了 然后他的女儿凤霞 得了一场病 发了高烧以后 变成了又聋又雅 好在这时候村里头土改 他就分到了龙儿租他的五抹地 龙儿反而是成为地主 戴着地主的帽子被枪毙了 小说中间 龙儿就对福贵说 说福贵 我是替你去死的呀 这个情况当初之后在农村很普遍 有很多败家者把这个田地输光了以后 把地主的帽子就给了别人 然后就是人民公社与三年自来灾害 先是嘉珍得了软骨病 他的病眼看越来越不好了 就像福贵交代了后世 他说我死了以后 你不要用麻袋葬我 因为麻袋上面都是死结 我到了阴间解不开的 于华其实在很多小说里头都写到这个情景 但是于华却要让生龙活虎的友庆先死 友庆是始于给县长的老婆献血 县长老婆是校长 难产 学校就组织学生们给他输血 老师本来以不所纪律为名 已经排除了友庆 但是最后排在前面的学生 血腥都对不上 最后就扔到了友庆 因为友庆的血腥对上了 为了救县长老婆的命 县医院的医生就把友庆的血给抽干了 这个在现实中间当然不可能 但是这是小说 至于于华有意要强调的悲惨 友庆死了 福贵就找县长要讨说法 结果一看 这县长是他原来枪林弹雨里头 一起滚过来的兄弟 叫做春生 我就一个儿子 春生 我就一个儿子 有件事你害死 你去我们家一定要命 你记住 这时候于华就描写福贵说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 听不见我儿子赤脚跑过来的声音 月光照在路上 像是洒满了盐 这写得很文艺啊 这里提到的赤脚 是因为之前 友庆养了两只羊 每天早上要先割草去喂羊 然后再去学校 中午还要跑回来喂羊 家人给他做的鞋 他串了不多久 鞋帮就掉了 福贵就说 你在这样穿鞋 我就把你的脚给剁了 然后友庆就不穿鞋了 他就吃着脚跑 然后到了学校再把鞋穿上 他喂了两只羊 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 就成了公共财产 很快就给杀掉了 友庆死以后是凤霞死 凤霞本来嫁给了城里 一个老实八道的奔运工 叫二喜 二喜是一个歪头 但是很孝顺 凤霞是死于生孩子的时候难产 孩子生下来了 他却死了 孩子的名字就叫苦根 小说里头写 家蓁 宋 友庆和凤霞 都写得催人为下 等两个孩子都死了以后 家蓁也就死了 死的时候他说 凤霞和友庆都死在我的前面 我的心就定了 这两个孩子活着的时候 都笑容我 做娘的 我已经很知足了 这辈子快过完了 你对我那么好 我觉得很幸福 福贵就感觉到家蓁的手臂 在一节一节的凉下去 他全身都凉了 还有胸口一块地方 暖和着 然后他的手就贴到那胸口上面 福贵就感觉到胸口的日气 就像从他的手指缝里 一点一点地露了出来 写得很细腻 很感人 家蓁死了 还有二喜和苦根 二喜是在张水泥板的时候 被两块水泥板挤扁的 苦根刚过五岁 就能够帮着干活了 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但最后是吃了太多的豆子 给撑死 这不是三年自然灾害 是因为家里面没有零食 苦根发了烧 福贵就给孩子煮了一锅的豆子 没想到他出门以后 孩子贪嘴 等他回来 苦根已经被撑死了 孙子也死了 福贵就只剩下自己 然后他在牛市上买下了一套 准备去屠宰的老牛 就给牛叫他自己的名字 福贵 跟老牛相依为命 有人就说福贵 我看他的年纪比你爹还大 还有人说是两个老不死 这小说的开头 现文化馆的我 见到福贵的时候 就听他在这么吆喝这头老牛 二喜 有庆不要偷懒 家珍 凤霞跟得好 苦根也行 都是他已经死去的亲人 小说的结尾 老人牵着老牛 迎着西洋走去 有庆是儿子 二喜是女婿 家珍是老伴 凤霞是女儿 苦根是生子 好像一家人还多在身边 没有离去 这就是小说的故事 故事其实很简单 这小说叫活的 活的是什么意思呢 活的是见证 小说里的福贵 见证了龙儿和称生的死 龙儿为了发财致富 设计了赌局 坑害了福贵 和福贵交换了角色 一解放地和家产都分掉了 他也被枪毙了 称生选择从军 后来成了县长 但遇到文革 他熬不住批判 最后自杀了 所以福贵说 像我这样 越混越没出息 可寿命长 我认识的人一个个死去 我还活着 但他的活 就必须要见证 一个个人的死 经过一次次生离死别 用语法的说法 一个家庭 如果世事同堂都在 你用活着去写他们 就毫无价居 他说 只有一个个人都死了 只剩下福贵 这样一个老人 所凸显的活着 才特别有力量 于华不是要表达 福贵年轻时候 作孽带来的因果报应 这样的认识 就太简单了 他要强调 生命其实是承受力 活下来就要承受 时间的标记 时间是无情的 他用这样的承受力 来感动我们 于华不是要写 经过岁月以后的 云淡风轻 他是要写 伤痕都刻在老人的身上 他要这样来写 高尚和强大 这是这部小说的感染力 经久不衰的原因 于华这部小说 是一特别质朴的叙述 包容了天翻地覆 不断的社会裂变 对一个个具体人生的影响 潮涌都在赤水围栏之下 他因此而以浓缩的篇幅 表达出巨大的张力 最后于华这部小说 是讲活着的意义 活下去就要承受一切 承受是为了承受 人类就因此才生生不死 馒头长大就不行了 就坐火车 坐飞机 那时候啊 日子都越来越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